运动东港黑鱼今年大丰收 华侨市场到处都能看到 卖生鱼片的摊位 县佛也推出一连串的旅游行程 但有领队上网颇文 带团东港黑鱼餐一日游 有素食者参加 还问他中午要吃什么 他很纳闷 Hello 这是透露的行程 反问为何你要参加 底下网友留言 鲁鱼旁边罗伯斯也很美味 吃wasabi配酱油 鱼蛋旁边小黄瓜也可以 素食的爱好之后 它自动就排除了 所以我们的客户群 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为大家介绍我们东港的老街 还有我们东港英网 抢代黑鱼观光季 县佛推出一连串的一日游行程 参拜了在地庙宇东龙宫 进行文化导览 可以吃看看吗 另外还有在地水鱼相似工厂 了解经济产面 而游客最喜欢的 体验品尝黑鱼餐 也从5月开始到6月21号 美团上线40个人报名 我们就吃sashimi 去的那个all lane 一连串行程 一上午9点从左银高铁出发 漫游逛东港 中午吃海鲜餐厅 雪鱼相似DIY 下午逛华侨市场 返回高铁不到900块钱 而除了一日游 另外还有黑鱼鲜味的体验行程 也很受欢迎 虽然没有提供交通接驳 但有黑鱼捕捞华侨市场导览 品尝黑鱼生鱼片 也只要350块钱 这么说 值得不要加 不光是你吃到生鱼片的皮油 你还能够吃到 那个黑鱼鱼的下巴 是用手指的 然后黑鱼鱼的下巴 它油度非常的丰富 东港一日小旅行 大旦当季黑鱼 行程众多 领队遇到吃素不吃鱼的团员 质疑为何参加 这也让外界好奇 东港黑鱼鱼餐 一日游行程 内容到底是什么 好想参加 三十五猪 这一句红树猪 评论宝宝道 继继继继 Kanöly怖